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醋醉二讲述了众兄弟道格、艾伦、司徒、菲尔 来到了以人妖出名的泰国 这里的异地风情和特色对于美国人来说无疑是充满好奇的 但是他们这次来不是度假的 而是参加好朋友司徒婚礼的 他们吸取了上次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教训 不允许上次的事情再次发生 于是他们立下了规定 在结婚前要正常的饮食 不再沾碰任何酒精 或许是上次的经历打开了司徒疯狂的心 他提议美人允许喝一瓶啤酒 这样的做法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其实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不受他们的控制 当他们又一次宿醉醒来之后 发现房间里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猴子 而自然发现新娘弟弟神秘失踪了 在拉斯维加斯的记忆席取而来 他们不得不拼凑线索找到新娘的弟弟 于是四个人在曼谷展开了一系列疯狂搞笑的找人戏码 不同的是道格待在酒店里没怎么出去过 或许他是怕出去爆晒 再次弄得全身痛哄吧 宿醉二完全复制粘贴了第一部的整体思路 有一场婚礼开始 然后兄弟宿醉醒来之后 奇怪的东西出现也是从拼走线索 最终结局圆满 这样套路式的剧情完全没有心意 没有让观众有意外之感 这还是在吃宿醉一的老本 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画风和笑点上 比宿醉一提高太多了 把老虎换成了魂灵火箭的猴子 让观众眼前一亮 当猴子在舔虾体的时候 若是让观众惊喜欢呼 放松了很多笑点 结尾处的映照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故事情节的设定 也不再是行鱼流水般的感觉了 而是紧致有序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本片中的人妖是一个超级大亮点 人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滑稽搞笑的 而这次和司徒上床的确实是一个人妖 而人妖还把司徒的菊花给爆了 这无疑是影片中最好笑的部分了 而司徒也被影片中的笑点当枪使了 大概好多人都会露出一副 嘲笑而又同情的面孔 去问导演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司徒呢 竟然作为喜剧主张 在这一点上 宿醉二没有宿醉一设置的巧妙 我们都知道 喜剧就是以夸张的手法 幽默的台词 对性格和场景的一种刻画 从而引起观众对丑方面的嘲笑 同时又对正常的人生一种肯定 宿醉一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整个剧情幽默搞笑 没有一点危险存在 而宿醉二的剧情就不同于宿醉一那么安全了 在宿醉二中 烧不留神就是死亡 让观众看得体心吊胆 同时 影片也向我们折射出 在醉的时候 做傻事是迫于无奈 在清醒的时候 一定不要做傻事 让自己后悔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